全球疫情趨緩 国际间交流合作也陆续启动 台湾与印度双方合计 共56所中小学 日前在驻印度代表葛宝轩等 贵宾的见证下 在新德里完成合作备忘录的异地签署 台方校长则透过线上官吏 彼此同意开启国际教育交流 并缔结姐妹校关系 洗手拓展台印学子的学习资源 总共我们有台湾28所学校 跟印度28所学校 他们在今天以后会启动各项的合作 刚开始我们会用视讯的方式 那等到我们边界开放以后 我们希望说双方能够 有更密切的交流合作 签署仪式上 葛宝轩除了强调教育 在台印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也公开邀请印度学子来台 申请奖学金进修历练 阿布山公立学校校长艾若拉 则以里程碑来形容 这次缔结的校际交流合作 相信能进一步开拓学生 作为世界公民的视野 这次参与交流的校方 台湾、韩瓜、南北各地甚至金门的学校 印度则除了首都德里的十九所中小学外 也包含了克勒拉等其他四省的学校共襄盛举 受疫情及边境管制影响 初期双边将以视讯交流为主 未来则判有机会实体交流